近期国内有不少个案都是出现在这个市场内的热区足迹 而且有80%都是集中在菜市场 让许多习惯采买的民众也开始担心 还好他们也出现了很多防疫妙招 像是网友就募集 居然有一名阿姨她到市场 是到像到战场一样 全副武装全身包紧紧 还自备了拖把当掉钩 割空来取菜 摊贩觉得很好笑 这年路人也大开眼界 加上三级防疫警戒的第二个周末 台北市东门市场一大早还是人潮非常多 大家是戴上了口罩 还有佩戴护目镜 全副武装上阵 大妈简直把菜市场当战场 拿拖把充当拆弹工具 拿个菜真的好不容易 东桥西桥终于把塑胶带吊上钩 为了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她大姐还真的使出独门绝活 但这招隔空取菜可让路人看傻眼 不过随着新北市公布确诊者 热门足迹80%都集中在菜市场 但人潮似乎没有减少 周末一早 菜市场的人确实不少 婆婆妈妈趁着假日出门 要把菜量一次买足 全身防疫装备也跟着升级 除了最基本的口罩外 多数人都戴上了防护镜2.0版 全罩式护目镜把脸全都遮起来 帽子手套干脆一次都穿上身 不止买菜的人很挫 市场摊贩一样不敢情乎 对啦 这样讲不会 那个口水不会喷到啦 稍微有隔离作用啊 比较放心一点啊 就它可以全面吗 因为我们口罩那个好像 我晓得它过滤的好不好嘛 那这个全面的好像还不错 除了在外卖菜要注意 专家提醒扛回家的占利品 最好减少使用塑胶带 自备纸箱更可以减少病毒存活时间 东西买回家后也别急着进门 先用酒精均匀喷洒静置一分钟 彻底消毒避免病毒一起带回家 人群拥挤又需要近距离的讲话 讨价还价 所以在菜市场 常很容易形成防疫的一个破口 又没有办法实名制很难去追踪 疫情尚未趋缓之际 专家提醒还是少出门 减少人与人接触造成群聚更能有效降低 染疫风险 借台北综合报道